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阿诚为了要规划 规划先看一下 规划从家里到舍头袜厂的考察路线 在Google Google map上面输入 舍头袜子工厂六个字 进行搜寻 然后呢利用地理资讯的 拿两项分析工人 你看一下这画面 他把这个舍头袜子工厂的六个字输进去之后 就得到这样的这个现象 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去规划路线 他做的是两个动作 那这两个动作分别是拿两项分析的功能呢 第一个输入这六个字的这个动作 本身叫做什么 查询嘛 写错了 这两个这不对 A跟猪不对 B、C都有查询先选起来 再来进行所谓的 规划路线 对不对 导航 这个叫做路径的分析嘛 叫路径的分析 所以 比较适合的这两项功能 分别会是查询跟路径 选C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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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